前年4月 卫生局人員在肉品工廠 查到大批灌水肉 以添加保水劑助水增重 比例高達4成 灌水肉主要轉售給中盤跟軍方 握法獲利超過3400萬 檢方將這8名肉傷 以詐欺罪起訴 但地獄卻判決8人通通無罪 一定是太離譜的 當然是不行 現在食品安全中的重要 就是隧隧便便如果就判無罪 誇張啊 沒錯 為什麼判無罪 肉品灌水增重謀取暴力 竟然不算詐欺 原來肉傷便稱使用保水劑 是為了改善肉質增加口感 價格也比市售肉品低廉 但解放駁斥 但生鮮肉灌水就是偷經減兩 已經構成詐欺行為 他的地獄判決無罪 理由是肉傷符合 未煮熟肉品規範 引發外界嘩然 所以不能說添加保水劑 就是施用詐欺的行為 而且添加保水劑改良加工肉質 是目前業界的規範 衛生局指出 依照法規 保水劑不得使用在鮮肉上 大量攝取可能引發高齡血症 或低血鈣症 但其實灌水肉用看的跟煮的 都能分店 電載豬 它的表面應該是沒有滑滑 或者亮亮的 同樣是山肉 灌水肉表面看起來水分飽滿 很有光澤 手指按下去沒有彈性 而下鍋間 含水量不會很多 所以比較不會有油爆的情緒 灌水肉因為含水量比較多 所以燃油鍋間 油爆也會特別嚴重 肉傷 飯吃灌水肉 火盤無罪引發爭議 警方認為法官見解與社會認知不同 已經提起上訴 接下來會讓我家慶 在高雄做不到